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胡芷琦 大家都叫我做Joe 我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的 高中之後我就去了美國讀書 大學的時候我就是讀化學工程的 博士的時候我就是讀數據科學的 記得博士畢業的時候 我就剛剛回到香港 當時是03年 當時沙士症在香港爆發 當時我就想有什麼方法可以利用 我在工程和數據科學學的知識 在醫學和公共衛生那裡 後來很幸運地有機會加入 現在的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做一些有關傳染病和癌症的研究 這個新冠狀病毒發生之前的兩個禮拜 我其實是在做一些有關乳癌的研究 這兩個月就擱置了在這方面的研究進度 那現時我們的工作是做什麼呢 盡量利用每天得回來最新的世界各地的疫情 去預測一下未來的走勢如何 有什麼防疫的工作可以做 有什麼資源調配的工作可以做 老土的說句是用冰千人 用在日之餘 以前做的事情 沒有事發生 外界覺得好像花資源在做什麼用的事情 甚至乎你自己都會覺得 究竟是不是有生資源會有用的呢 現在開始有事發生了 就剛剛相反了 即是外界就開始不停地問你們 究竟你們的專業健康是如何 下半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希望就是今年 2020年 這個新冠狀病毒在世界各地慢當中 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出一分力 盡量減低雙毛的數字和經濟的損失 幾乎兩人 這就是個困難的優點 第一次的禮物 一件 Big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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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發生不太好